童话中神秘的古堡路旁郁郁葱葱的树上都洒落着夜底细碎的暖色阳光 我们安静地感受着周末的田径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为大树 也不是每一道河流都能入海却在长大和漂流中给你生命的引领 安静我们的心使它置于你我周围一杯咖啡一本圣经 我们一起来阅读真言第二十四章的内容 这里是CC读圣经一天一章伴你成长 真言第二十四章 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义与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 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利稳 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事众多人便得胜 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 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 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 欲望人的思念乃是罪恶 谢慢者为人所憎恶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需拦阻 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 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 玩 你要吃蜜 因为是好的 吃风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 你心得了智慧 也必觉得如此 你若找着 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 也不致断绝 你这恶人 不要埋伏攻击一人的家 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 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 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欢喜 他倾倒 你心不要快乐 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 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 恶人的灯也必熄灭 玩 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 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 因为他们的灾难 必忽然而起 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 谁能知道呢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真言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你是一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列邦必增悟 责备恶人的 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应对正直的 犹如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临社 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不可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 四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到素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好了 以上是真言二十四章的内容 愿我们都能精心地 打理我们的葡萄园 留心思想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